蘇璇有提供了一個方式 就是用VBA裡面的replace方法 不過這個方法我倒也沒有特別試過 我後來發現它其實是可行的 而且程式碼其實好像又少了一些些 它也不是用回圈 也不是邏輯判斷 它是用replace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這邊蠻好的就是說從哪一個 後面應該是萬用資源吧 不管入是什麼 應該是把它取代掉 所以這個想法其實還蠻不錯的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那我大概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 我是H欄裡面假設也是清空的狀態 然後我第一步當然就是run它的 我按F8好了 先把資料先call過來 所以也就是把那個F欄的這些資料call到H欄 但是我們如果只是要留下入階道的話 可能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replace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知道replace這個函數的用法 一樣了 按F1 它會出現 到底你是指的是哪一個VBA還是resale 應該是VBA的 這個在VBA裡面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replace的一個函數的說明 它裡面其實就是一樣 哪一個運算式 OK 然後呢 你要找什麼取代成什麼 其實顧名 也就沒有也沒關係 要找什麼取代為什麼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運算 那部分資料的話 它這邊有參數 我看看這邊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 那所以我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一下 所以路run完之後 好像路後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然後接run完的話呢 接後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們希望把 路後面的所有東西 又類似像這樣 它所有的 這個應該指的是不只一個字啦 可能多個字 要把它取代成只有路這個字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 然後面可能要帶一個參數 就是xlpar 應該是部分資料 把它做刪除吧 然後另外的話 一樣的方式的話 前面那個字 留下什麼理 所以把它執行的話 那就變成說只有像這樣子 也就什麼什麼理就拿掉了 然後什麼什麼零 什麼什麼區 那好像還有一些資料是刮弧的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可以再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呢 那個蘇璇這邊有寫這樣的寫法 其實這樣的寫法 一般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 這個是指的是H欄啦 所以我比較習慣我用column 這個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你們假設啦 你習慣那個方法你也可以 那當然我個人習慣是 哪一欄 那我就用column是物件 我跟他講說 是H-C-O-L-U-M-N 打錯一個字 所以我都打小寫 如果假設移開 他沒有變首字大寫的話 那表示字應該是拼錯了 OK移開 有沒有C大寫 那意思就是說啦 所以這個寫法 其實就等同於什麼 等同於上面的寫法 那當然了 下面的寫法看起來是 比較 精簡啦 可是就是個人習慣問題 因為 關於物件 有時候還是比較習慣看到哪個物件 然後做什麼事情 這個可能是個人的習慣 但如果你假設沒有這樣的習慣 沒關係 反正你每次寫程式 盡量把它改成一致性就好了 OK 所以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不用那個邏輯判斷 那你可以把它用repress的這個函數 來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這個部分在那個訊息裡面有 各位可以拿來參考看看 最後的話 當然 如果你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一個這個做出來 然後兩個 然後第三個 當然你可以再換成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 我看這個 這個有點錯 這個 那應該是那個路接到那個欄位 我剛剛可能這個欄位名稱 把它掃了那個接跟到 所以他這邊會出錯 再一下把它補一下 這個欄位名稱不能 沒有 或者是名稱不對 他就出錯了 OK 這邊把它run 應該這樣 把它停掉好了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 這三個如果要刪除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順便講一下 就是刪除那個資料以外的 這個工作表 OK 我剛剛有改了 我剛剛是改成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可能我那個名稱 我剛剛有把它變動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 是 在這邊 OK 所以名稱改了 所以變成要重新再指定 不然他會找不到這一個 所以按右鍵 指定聚齊的時候 那就要指定這一個 那名稱我順便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們待會如果在雲端上面看到那個名稱 後面那個工作應該是叫工作表 OK 那刪除的話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在那個 Excel裡面也常常遇到 如果你要刪除大量的工作表的話 那當然你不能全部刪掉 因為全部刪掉沒有 那Excel是隨不合 一定他至少會有一個工作表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刪掉只留下 哪一個的話 那我這邊習慣上是這樣 我先把它第一個先產生 也就假設我們就是第二個產生 第三個產生 OK 那產生完之後 如果我希望把它刪掉 我要重新再下載的話 這邊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你可能要學會這個物件名稱 工作表的話叫SHITS 那如果你想知道說 這個工作表裡面 到底有幾個工作表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SHITS物件裡面 找到一個屬性 叫做Count屬性 Count的話 它就告訴你說裡面到底有幾個 它就幫你算 Count完之後 總共有四個 但是另外還有一點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那我們是用那個 虛擇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Delete 所以呢把它刪除 但是刪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其實可以寫一個回圈 比如說 for i 等於第一個 幫我刪除到第四個 那當然我不要刪掉資料 所以裡面有一個邏輯判 如果它的那個工作表名稱不等於資料 也就如果等於資料就不要刪 OK 那就幫我刪掉 但是呢 刪除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假設先刪掉第一個 它原來的位置是在1 OK 那假如說呢 你如果刪掉之後呢 那會有個結果 它會把第二個呢 向前移動到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回圈下一個要刪第二個 可是第二個已經跑到第一個 所以 那就會造成什麼呢 就會刪不到 就是 比如說你要刪的第二個 它跑到前面去 那一樣你要刪第三個的時候 它又往前移 所以會造成那個順序上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呢 我也想了一招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刪除那個 不管你是刪除 像藍列 或工作表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反續刪 刪除 那所謂的反續刪除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 第一個呢 我們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特別注意喔 本來應該是1 到續的點抗 不過你會發現 我剛好把它顛倒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從後面刪 假如說我今天刪除了第三個 再刪第二個 你會發現刪除掉之後 它並不會影響 這個後面的這個數字 所以特別注意喔 反向刪除這一招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就不用去管說 你刪完之後 你還要再調整那個順序的問題 OK 但是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for回圈後面 一定要再加一個敘述 叫step-1 意思是說 預設是1 step-1 那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一定要記得step-1 那裡面的話呢 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當然我不要刪除哪一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邏輯 如果這個序詞 工作表的名稱喔 假如不等於資料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等於資料 不等於資料 那就刪除 那如果等於資料的話呢 那當然 我們就是跳過的意思 OK 那底下當然 我們可以再配合一個叫 哪一個工作表 點delete的方法 就把它刪掉 但是刪除的部分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了 它會一直跳說 是否刪除這個工作表的一個訊息方塊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不要那個訊息方塊 一直跳出來 不然的話 是否刪除你要按一下 是否刪除你要按一下 那這個當然很不方便 所以你可以 把那個訊息方塊關閉的話 那就可以 再加上一個什麼 application.dispress learn 等於false關掉就可以 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假設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在run的時候 比如說我按一下這個 它會出現這個 是不是要刪掉哪一個 這個啦 OK刪掉 刪掉 那你會發現這個要不要刪 要 你必須你要按這個 它才可以幫你刪掉 那很麻煩嘛 所以假如說呢 你不想跳那個的話 其實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因為呢 那個叫做Dispress learn 它是由那個application管的 application其實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這個物件的話呢 其實就Excel 意思就是 所以這個VPA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visual base for Excel application 點 一樣啦 如果你點下去 假如有提示 那表示你application這個字沒拼錯 那其中的話 因為它是Dispress learn 所以你打一個dis它就出來了 那我是建議啦 盡量就是說你在 寫這個撰寫程式的時候 盡量 可以 使用 選取清單的動作 盡量不要自己打 因為自己打 當然第一個你要背起來 第二個的話 很容易打錯 所以我們大概打dis選的就好 後面加個等號 它會有個開關 你要開還是要關 當然要關 所以等於什麼 這個等於Force 其實等於Force 就等於0 所以你打0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 你執行的話 它就不會一直跳那個警告 所以一樣 我就把這個 假設三個都把它變出來 那如果要把它一次刪除的話 剛剛會一直跳那個是否刪除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不會跳呢 不會了 就很快的就可以幫我把 除了這個資料的工作表 以外的其他的程式 通通都把它刪掉 那這一段程式 各位可以在雲端上找到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我把它順便改一下 這一段程式 應該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27頁的地方 那這個名稱我先把它改一下 這個叫做刪除資料以外工作表 OK 那最後看到的應該就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很方便 以後的話按一下這個 它就可以幫我把 書納分析表 書納分析圖 產生 按下這個 自動就可以把比例圖產生 那一樣這個是入接到前10名 OK 那當然你想說 將來能不能把這三個湊在一起 放在同一個工作 當然可以啊 OK 那只是說你這個程式 主要就是你的表放哪裡 然後你將來圖放哪裡 其實都可以透過程式 去指定它應該放的位置 不過我想我們這個地方練習 暫時不要把它弄得那麼複雜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另外呢我剛剛這個同學補充 就是分享的這一個程式 那我一樣也把它放雲端上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這一段的話 我就把它擺在那個 這個路接道的下面好了 路接道 以上 走了 你的表演 線